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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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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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欲罢不能 屏幕前的你或许对这种看似重口味的食材吃之以鼻 但当你真正尝试过后 你才能体会到这骨与肉之间的瞬息 越啃越香 越啃越上瘾 作为四川的一道名小吃 长都人对兔肉的爱 大概是世界上最专注的一种感情了 从此往后 有一种慈悲叫做兔肉穿肠过 娇憨心中流 成都云崖山 位于三星镇的一个山坡上 这里植被繁茂 视野开阔 置身在群山和绿树之间 和自然融为一体的 还有一种可爱的小精灵 俏皮灵动的大耳朵 憨泰可居的三半岁 除了兔兔 没有哪种动物 在蒙虫区和美食区的重叠度如此之高 以至于其间浓缩了千百年来 朴素的二元对立 看见兔兔 吃病兔兔 是肖国文奉行的美食准则 为了确保兔兔的品质和口感 他今天特意驱车前往云崖村 挑选最新鲜的兔子 呆萌只是兔兔的保护色 但对于老肖本能告诉他们 这个男人很危险 挑兔子容易 抓兔子难 经历了几次失败后的老肖 终于得手 这个兔子很肥 母鸡齐乱 它的腿很细 这个腿部的肌肉也很紧实 一般的人也抓也抓不到它 公兔这种 因为公兔的这个肉质还要比母鸡还要紧实一些 然后我们还要拎拎它的背部 我们要这样子 背上的肉长得比较平整的这种 这个肉就长得很 肌肉就长得很保免了 肉质鲜嫩 体态匀称的兔子 才是肖国文的心头号 它深知 只有选用最佳的兔肉 才能制作出极致的冷吃兔 就是所谓我们说的 长得不盘 就是肌肉长得非常的好 如果您也学会了如何挑选兔子 请记在心里 下次去菜市场的时候 就可以用上了 作为四川省成都市特产的盟物 这种以比利时兔 奇卡兔为副本 和四川白兔 四川麻兔为母本的杂交小盟物 往往有着三高三低的特点 三高指的是高蛋白 高磷脂 高消化率 三低则是指低脂肪 低胆固醇 低热量 吃多了也不长肉 所以云牙兔的兔肉 也被称为美容肉 保健肉 制作冷吃兔肉的第一步 是将洗净的兔子 切成一厘厘米大小的兔丁 料酒去腥增香 食盐增加底味 用手将它们活匀后 静置半小时 在腌制的同时 可以进行辅料的准备 二经条 朝天椒 新一袋辣椒 这三种辣椒的搭配 必不可少 配好的辣椒 加入凉水 浸泡十分钟 不仅可以使辣味更加柔和 也是为了后面炒制时 辣椒不容易被高油温烫糊 锅中倒入50克菜籽油 等待烧热 兔丁下锅 开始翻炒 嫩白的兔肉变得略带焦黄即可起锅 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是冷吃兔底料的制作 油温 对于很多厨房小白来说 都是一个难以掌握的事情 在这里 老肖有个小技巧 交给大家 这个油温呢 我们说的油 比如说它稍来要冒一种清烟 油的清烟如果冒来的话 它一直拉升上去 这样的话油就比较熟了 姜蒜下锅 炒出香味 接下来便到了重头戏的部分 了解 汤 如果变得一种清烟 章下锅 炒来 记得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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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炒至约10分钟 再撒上味精和辣椒面 简单翻炒 关火盛出 放凉后的兔肉入味更富层次 从一股脑的热辣变成入口温和的葱油香 丝丝入口的瘦肉香 麻辣满盈的辛香 最后才有兔肉冷食特有的回甘 麻椒的味道在时间流转循环 兔肉的回甘在尺间撕扯咀嚼 充盈在口中的鲜香愈发浓郁 做麻辣兔头 调配香料 必不可少 去腥提香是香料的基本作用 调配好的香料加入烧开的高汤中 准备进行卤水的熬制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下香料 下去以后我们看一下熬制的水的色彩 然后来勾住我们的糖的颜色 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就是色彩 它会更好一些 清洗好的兔头 放入五香卤水中 我们做五个兔头的话 水大概是在五斤左右 此时的兔头需要进煮五十分钟 让卤水的滋味充分入味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耐心 关火后还可以将兔头在卤水中 再浸泡一个小时 使其充分入味 如果您着急吃 没关系 可以继续往下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能感受到兔头的美妙之处 从上下和中间破开 将其一分为二 租一口带着汤料的肉汁 舔一口极其入味的肉渣渣 接着横扬肉香浓郁的两颊 咀嚼痰嫩的兔舌 轻轻掰开头骨 小巧的脑花便呈现在面前 显得格外俊秀 破开头骨一吸 白声声诺唧唧滑溜溜的脑花就滑进了嘴 最后以认金的天堂板作为收烧 感官更专注 味觉体验也会放大 吃得极熟人的老韬 顺指之鱼 甚至能把兔头再拼起来 前一秒目露金光 后一秒优雅大方 只有在穿鱼这个吃兔结界里 休闲王者和喜爱安逸的鼠人 轻一色地放下了慵懒 日新月异 卷出一兔一味 百兔百格 没有大流量 不搞大排场 只有来来往往的耿直穿鱼人士 轰棚一半 把兔年欢 是兔兔 来自幽远的山川湖海 最终得到穿鱼刨厨的偏爱 在成都 小吃又称灵嘴 既能作为正餐上一道亮眼的开胃菜 也能作为咸侠食为借口腹的美味零食 鸭头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四月的成都刚刚转暖 俗话说春江水暖鸭鲜汁 早上九点 雄伟驱车前往农户家里 亲自挑选鲜活合格的鸭子 师父 判断鸭子生长是雄伟的第一步 有了明确的判断标准 雄伟决定自己上手试试 风收虽好 鸭子也跑 但天江江大任于鸭鸭 除了在田间 厨房也是他们发挥余热的地方 五味鸭头并没有特指的五味 其中包含的辛 香 辣 甜 这些味道的背后都离不开各色的香料 新鲜的鸭头需要浸泡八小时以上 才能去除一部分的血腥味 但只去除血腥味远远不够 还需要细细清洗 鼻孔 舌苔 后脑 都是藏污纳垢的深处 清洗两次以后 沥干水分准备腌制 米酒去腥 酱油提味 手中的鸭头在调味品的加持下 渐渐散发出阵阵香气 双手反复揉搓 让每一只鸭头都充分吸收调料的精华 草果去籽 避免在炸制过程中带来苦味 八角 香叶 桂皮 山奈等 这些都是提供鸭头香味的秘宝 锅中下入大豆油 210摄氏度油温时下入鸭头 炸制 讲究进炸 油锅翻弹 下入香料 鸭头在油中逐渐显现出诱人的色泽 代表皮微黄发应时捞出备用 猪油提升香气多样化的同时 还可以使得整体的香气更为柔和 接下来就是炒制卤水底料的时候 喜食麻辣的四川人 虽然在底料中加了辣椒花椒 但并不侧重麻辣口味 牢骚 给这道五味丫头增添一丝清甜 当底料的香味足够诱人 便倒点水让底料冷静一下 水开后下入鸭头 经过卤水咕嘟咕嘟冒着泡卤制 又经历了卤汤里持续的浸泡 最终呈现出了深褐色的外观 每一只鸭头在色泽与口感上 都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令人垂涎欲滴 中小火微制四十分钟 直到鸭头充分入味 再转小火收汁 酱香味浓郁的汁液淋在鸭头上 让每一口都散发出醇厚的酱香味道 捞出庄盘 撒上葱花和花生碎 五味鸭头的制作便大功告成 鸭头不是高端的食材 可以食用的部分其实有限 所以吃鸭头时感受到的绝非那种大口吃肉的快乐 俗语理讲 死鸭子嘴硬 但是经过长时间烹调卤制的鸭头早已软烂 每一块骨头都已经入味 不管是鸭嘴还是其他骨头 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掰断咬开 浸润其中的汤汁就会随之流出 蔓延在整个口腔 任何时候到成都来 都是享受美食的黄金季节 到了成都的任何时间 都有好地方 好饮食 让你放纵口腹之欢 成都街头的鸣嘴 骨子里总会透露出一种朴实 一种令人回忆起每一个炎热而食的温暖 这些食物往往拥有着每一个街头烹饪家的才华和经历 再寻常的食材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在巧厨的手中都能出神入化 滋味无穷 对于无肉不欢的吃货来说 小酥肉可是绝对不会错过的一道小吃 酥 从有从何 它的本意很简单 一种发酵食品 发酵浓缩后的牛羊乳是酥烙 发酵烘焙后的小麦制品是酥点 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复数的地方逐渐不满足把乳制品和粮食制品做酥 酥肉应运而生 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是制作酥肉最好的材料 去掉五花肉的底皮 再将肉改刀为1.5厘米宽度的肉条 料酒和姜去腥 盐和鸡精提味 花椒能丰富酥肉的口感 将肉条和做料拌匀 腌制20分钟完全入味 调糊 不用加水 只需要蛋液和面粉 沿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动 当面糊形成牛奶状时就已完成 加入葱花增添香味 倒入腌好的五花肉 将肉的每一面都充分裹上面糊 这样炸出来的酥肉才会外酥里嫩 相比动物油 菜籽油融点高 不易凝固 能让小酥肉的外观更金黄油亮 香味更细腻优雅 大火烧至五层热 便可下入肉条 油炸具有很多优势 油脂储热性好 能让食物受热更均匀 水分更少 味道更浓郁 为了避免脱户 刚下入锅中的肉条 不要翻动 油脂受热 会分解出一些特殊香气的全类低阶有机化合物 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让人的味觉受体反馈好吃 炸至颜色金黄后 捞出粒油 覆炸是小酥肉更为美味的关键 油温调高到七成热 再次倒入小酥肉 覆炸是为了让肉通过再次高温烹炸 让里外受热程度的差距拉大 这样就会得到外焦酥 里软嫩的效果 这时再根据个人的口味 加入辣椒粉 椒盐 充分调匀 怎么样 这道外酥里嫩 焦香脆口的小酥肉 就这么完成了 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的太平集市 有不少老一辈人的专属仪式感 在过去 感激往往是为了解决 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需要 时光荏苒 至今大部分地区都含有感激的习俗 当约定的感激日到来时 就会发现 某些被岁月磨砺的场所 或街道上神奇般地汇聚起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市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龙斌 对琳琅满目的集市信任 远超于超市货架的整齐陈列 买肥肠 在他看来只信任摊位上的老板 这个肥肠不错 这个不行 这个有黑头的这种就不行 感觉这个没那么新鲜了 比较肥肠的话 这么讲 如果说没有这个黑头就更好 要是这种颜色就比较很好 就是正常的 一味它就没有什么 颜色对比的话 这个好多了 从色泽 一个从颜色上 色泽上去 买肥肠 看颜色 这是龙斌多年来总结的经验 洗肥肠 是一件肥肠磨炼人耐心的事情 姜葱除味 料酒去腥 反复地揉洗 将做了狠狠地搓进肥肠里 内脏凭借着那独有的生物气味 和丰富口感 成功打通穿鱼餐桌 肥肠是其中佼佼者 那股味道既来自脂肪 又来自大肠曾经装过的消化物 如果将挂在肠壁内的油脂 洗得太过干净 那么肥肥肠也就失去了独特的口味 于是去味变成了关键 面粉 盐 醋 不停揉搓 再用清水将肥肠外面的粘液 清洗干净 将肥肠向外翻洗 一边翻洗的同时 将肥肠的油和杂质撕下 在肠衣上留下薄薄一层脂肪 这样洗出来的肥肠 经过烹饪加工后 才能保留肥肠味 为了减少肥肠的异味 在制作之前往往需要窜水 冷水下锅 食材在锅中大火煮半小时左右 转为小火 保持汤锅中微微的沸腾状态 再煮至一小时 大肠切断 小肠打结 打过节的小肠 因锁住了更多汁水 于是口感与大肠大为不同 咬一口弹牙柔软的肠衣 肠衣破开 紧接着 汁水如水气球一般在嘴里炸开 带来脂肪的肥美和骨汤的鲜 成都肥肠粉柔韧口感的来源 一定是用红薯粉现场手打的鲜粉 清水将红薯粉搅匀溶解 倒入准备好的开水 用筷子依顺时针方向 一边倒水嵌一边搅动 待开水盆中的水成护状 这一步被称为打熟芡 干的红薯粉和熟芡 以1.5比1的比例 搅拌在一起揉成粉团 将粉团揉至手感不粘手 然后提一小块放入手中 从下到上能掉成丝状 并且不断撕即可 接下来便到了最考验功力的制粉环节 开水是制成粉条的重要因素 揉好的红薯粉装进漏瓢 左手高举漏瓢 右手握拳 用力拍打瓢中的粉团 均匀用力下出来的粉才光滑细腻 这是个技术活 也是力气活 粉团从条底漏下成丝状时 裤部般落入刀汤中煮熟 煮至晶莹剔透 粉软了不筋道 粉硬了嚼不断 必须要做到软硬合适 入口爽滑有弹性才算合格 用肠筷子把下好的粉捞出 放入凉水中冷却备用 经过长时间烹煮 鸡纤维断裂 除了脂香和嚼劲之外 蛋白质还能分解成 带有鲜味的氨基酸 为肥肠的美味增光天才 做料的味道 才是肥肠粉的灵魂 一大碗红亮亮的熟油辣子 胡辣椒的焦香味 花椒的麻味 是保证美味的鸡饼盘 但各家有个人的口味 喜重喜淡 你说了才算 成都画中的帽 就是村主 每一步都是玉制 每一步都充满了精致 一碗肥肥肠粉并不起眼 像空气一样 融进成都生活的日常 成都肥肠粉既可做主食 也可以在下午打个牙记 顺滑谈牙的红勺粉 就着醋和油辣子 黄豆酥脆 肥肠鲜软 豆芽爽口 一口下去 点爆的是口腔里的高潮和真善美 当千里相识又走远的旅人 讨讨着自己所见过最难忘的景色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韬客 总会在不经意间 炫耀自己在成都 最难忘的那一份肥肠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走街串巷 嗅到遥远记忆里的熟悉味道时 总要猴头一动 万千思绪上头后 一番大快朵移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